各位朋友大家好 看过这部剧的朋友对剧中文理的印象一定是这样的 这是一个感情世界非常丰富的人 非常的重感情 他非常看重夫妻之情 君臣之情 兄弟之情 父子之情 这是一个现代意义上的暖男 也可能正因为如此 往往是我们忽略了 他是一代帝王 说起来呢 这种印象与文帝的历史中的原型 刘秀留在人们心目中的印象还是非常的吻合的 在我们很多人的印象中 刘秀就是这么一个重感情的人 他一生对爱情的坚守 对身边人的呵护 都给我们很多人留下了深刻的印象 或许正因为如此 人们往往忽略了 他是一个在乱世中能够揭根而起 荡平四方 一统天下的一代霸主 一代开国之君 在我们现在很多人的心目中 刘秀的形象往往是比不上汉高祖刘邦 唐太宗李世民宋太祖赵匡印 以及明太祖朱元璋这样的开国之君 甚至也比不上像汉武帝刘彻这样的一代霸主 在知名度上甚至比不上一百多年以后的蜀昭烈皇帝刘备 刘秀的存在感确实是比较低 究其原因呢 我想无外忽悠以下几点 第一 他就不应该姓刘 刘邦的刘 辛辛苦苦打下的一个天下 却是成了成绩西汉王朝的基业 本来妥妥的一个开国之君最后变成了忠兴之主 忠兴之主再牛也比不上开国之君呢 至少在嗜好上他不敢称自己是高祖 也不敢称自己是太祖 因为高和太这些嗜好只能授予那些开国之君 刘秀的嗜好只能被授予光武皇帝 光武呢是双氏 这在中国历史上也是一个独一无二的嗜好 所以我们通常称刘秀为光武帝 甚至在前面不用加上一个汉光武帝 因为光武帝就已经是独一无二 指的只能是刘秀 按事法解释 能少前夜约光 刻定霍乱约武 所以说了半天 刘秀还是一个忠兴之主 不过呢 刘秀的妙号是士祖 这个祖字一般是指授予开国之君的 比如说唐高祖李渊 而宗字呢 则是授予那些守城之君 比如说唐太宗李世民 李世民这么厉害 也不敢称自己为祖 同样的道理 汉武帝刘秀的辈分比刘秀要高很多 但是呢 他也只能称自己为宗 他的妙号是汉氏宗 比不上刘秀的汉氏祖 汉朝包括西汉和东汉 总共的有24个皇帝 但只有七位皇帝有妙号 西汉的皇帝中 只有汉高祖 汉文帝 汉武帝 汉宣帝 这四位皇帝有妙号 东汉的皇帝中 只有光武帝刘秀 和他的儿子汉明帝刘庄 以及他的孙子汉章帝刘达 这三位皇帝有妙号 其他的那些皇帝 因为政绩不突出 所以他们已有的妙号 后来都被光武帝刘秀和汉宪帝给删掉了 其二呢 就是在有些人的眼里 光武帝刘秀没有什么拿得出手的功绩 特别是他没有对周边的外族发动一些像样的战争 很多人认为真正的功绩 那就应该是开疆拓图 对那些外族应该就是拿得起摔得下 心情不好就拿来揉力一番 而刘秀呢 在位期间似乎只是发动了对交纸的战争 他派遣福伯将军马源平定了在交纸 也就是现在的越南北部二征的叛乱 二征就是征氏姐妹 这个在我们以前视频节目中也讲过 可是打交纸实在是不值一提 应该去逗逗匈奴 虽然说北匈奴那时候已经远顿 但还有南匈奴呢 光武帝就应该把北匈奴再拽回来 连同南匈奴一起拉出来灭几次 再送回去 再灭几次 再送回去 那才叫莫大的功绩 而且你刘秀不是不能打呀 在那个时期天底下说能打的 刘秀如果说自己是第二的话 没有人敢称自己是第一 在昆阳之战中 刘秀曾经率领着一千多人 直接硬钢王毅率领着一万多人的精兵 这场战斗没有任何的计谋可言 完全是硬打 刘秀一样是战而胜之 有人做过统计 在刘秀指挥的16场战役中 他获得了全胜 在他参加过的30多场的战斗中 除了一败三平以外 剩下的也全部获得了胜利 而且刘秀登基的时候不过只有30多岁 正是年轻气盛血气方刚的时候 居然没有对匈奴用兵 那可能有的人会说刘秀虽然年轻 但主要精力他是放在了自己的后宫 提起后宫那就更可气了 总共也没有几个人 除了殷丽萍郭皇后 再加上那个一世未得宠的许美人 就没有什么能够挂得上号的妃嫔 如果要拍一个刘秀的宫斗剧的话 可能男演员比女演员还要多 而且啊 这个剧组负责道具的工作人员 也一定会觉得非常的失落 在宫斗剧中常用的那些毒药 比如说什么贺顶红啊 披霜啊 摄香啊 这些在这部剧中完全没有用处 两位女主之间是今天我给你烙一个煎饼 明天你给我烙一个韭菜盒子 而且彼此都不用拿银针试试食物 就可以开吃了 而且两个人还信守着见面分一半的最高准则 刘秀总共做了32年的皇帝 其中17年奉献给了郭盛通 剩下的15年奉献给了尹丽华 郭盛通稍微占点便宜 多用了刘秀一年 所以说呀 刘秀实在是太低调了 低调的后世的那些文学家们都不愿写他 这也就使得刘秀以及他所创立的东汉王朝 成了三国的一个巨大的背景版 东汉王朝在文学家的眼里似乎变得是未老先衰 人们不再记得东汉王朝前期的光武中兴明章之志 而一下子就记到了汉宪帝时期的三国风云 那么刘秀的历史地位真的就这么低 存在感就这么差吗 其实啊 这也不过是我们本朝人的观点 在中国历史上的很多朝代对刘秀一直是推崇卑制的 像北宋的开国皇帝赵匡胤 他只建了两座地庙 其中一个就是汪武刘秀 另外一个是唐太宗李世民 现代的人对刘秀的评价低 一方面呢 可能是跟宣传有关 另外一方面呢 是和我们对古代帝王的评价标准有关 这方面呢 我想大家都很明白 我就不赘述了 那么刘秀到底是一个怎样的帝王 他究竟配不配得上后世的人对他的推崇呢 今天呢 我们就不讲理 只讲故事 希望通过一个个的故事 告诉大家一个完整的光武帝刘秀 有人说呀 刘秀的一生实在是太顺了 可以说是运气爆棚 其实啊 命运对于每一个人来说都是公平的 通常都是给你几个板子 然后再送你几个甜枣 很多人呢 只看到了别人吃甜枣吃的香 却忘记了他曾经挨板子挨得很 刘秀也一样 他刚开始揭竿而起的时候呢 跟随他的大部分的主力 都是他的刘氏宗族兄弟 当时他们想去攻打附近的晚城 在经过一个叫小长安的地方的时候 他们遇到了王莽的正规军 那时候刘秀和他大哥刘衍的军队呢 还非常的弱小 一下子碰到了王莽的正规军 很快就被打散了 大家都是各自逃命 刘秀当时是骑着一匹马 后面还有追兵追赶 路上他首先遇到了自己的妹妹刘伯基 这里要说一下刘秀呢总共有两个哥哥 两个姐姐还有一个妹刘秀扶自己的妹妹上马 然后兄妹二人是继续逃命 这时候后面的追兵也是越来越近 再往前走刘秀又碰到了自己的家人 这次是他的二姐刘元以及刘元的三个女儿 刘秀让自己的二姐上马 但他的二姐刘元是执意不从 说行义不能相救 无为两眉也 意思呢就是说你们快走吧 救不了我 不能咱们都死在这里 因为当时只有一匹马 而刘元又不可能抛下自己的三个女儿 所以他只有舍弃自己 让自己的弟妹能够逃生 刘元与刘秀二人的姐弟关系非常好 当年刘秀小的时候呢 经常去刘元家里玩 刘元呢是嫁给了当地的大户邓家 他的丈夫叫邓陈 刘秀很可能是通过邓陈才认识了殷里华 当年刘秀在长安的时候 与邓陈几个人呢一起讨论关于那句称语 那句说刘秀当为天子的称语的时候 众人都认为其中提到的刘秀应该是当时往往的国师刘秀 只有刘秀说为什么不是我呢 当时众人都哄笑不止 而只有邓陈觉得这里的刘秀说的就是自己的七弟 再以后邓陈抛家舍业一直追随着刘秀忠心耿耿 刘秀登基以后追封自己的二姐刘元为新野长公主 邓陈也被封了猴 邓陈去世以后 刘秀又将二姐刘元与邓陈合葬 小长安一战刘秀除了失去了自己的二姐和三个外甥女以外 他的二哥刘仲也在此战中丧生 小长安一战以后刘秀变得非常的胆小 后来他与哥哥一起投奔了陆林军 在陆林军中他的胆小也是出名的 其实啊知道害怕也是一个人成熟的标志 真正的勇士并不是无畏者而是心存恐惧但仍然能够迎难而上的人 小长安之战让刘秀感受到了生命的脆弱和亲人离去带来的伤痛 所以在他以后的作战中他知道了什么叫慎战 在随后进行的昆杨之战中仍然是心存恐惧的刘秀表现出了一种大无畏的精神 他成为了一个真正的勇士 当时的人们都说刘将军平生见小敌妾今见大敌勇甚可怪也且赴居前 昆杨之战以后刘秀的大哥刘衍被耕士帝刘璇所杀 刘秀也被迫折服了一段时间后来呢又当了一段时间的装修队的包工头 为耕士帝刘璇装修洛阳的宫殿 在重新赢得了刘璇的信任以后才被放到了河北从此交龙入海 后来刘秀又娶了郭盛通得到了真定王刘洋的帮助 打败了当时河北的霸主王朗 在王朗曾经的宫殿中刘秀发现了很多现在他的这些手下写给王朗的信 都是一些表示效忠的信件 刘秀当时看也没看就让人把这些信全部烧了 刘秀希望通过此举令反侧者自安 反侧自安这句成语就是来源于此 三国演义中关渡之战以后的曹操也有过同样的操作 再后来南朝的肖宝卷甚至是明朝的朱棣都有过捎信这样的手法 但归根到底首创者还是刘秀 大家可能不知道刘秀除了是一代帝王以外 而且还是一位成语达人 他的一生可以说是与成语为伴的 不过这些成语并不是别人的成语 这些成语大部分都是由刘秀首创的 或者是与他有关的 比如说下一个 刘秀在打败了王朗以后 当时的河北呢 还有大大小小几十只规模不等的起军 这些起军统称为统马军 那时候的刘秀已经被耕始地封为了萧王 这些起军的首领们呢 也都表示要臣服于刘秀 刘秀呢 也将他们都封为了猎侯 但这些首领们心里头仍然不踏实 他们担心刘秀将来会收了他们的兵权 进而要了他们的命 刘秀已经洞察了他们心中的担忧 所以刘秀就让他们各回本营 让他们与他们自己的军队待在一起 然后刘秀自己倾记 一个一个的去营中拜访他们 当时这些起军的首领们都为刘秀的坦诚所感动 说萧王推赤心于仁府中安可不投死也 意思呢就是说 完喽这次被感动了 你这么对我 我这命早晚要为你去死啊 这也就是推心致富这句成语的由来 统一了河北以后 刘秀呢逐渐的就与耕始地刘璇 划清了界限 这时候东部的赤梅军也宣布称帝 刘秀这时候就采取了韬光养晦的战略 让赤梅和陆林两家先去打 他呢则是静观其变 后来赤梅灭掉了陆林 而刘秀已经是以意待劳 刘秀的成功离不开云台二十八将的帮助 值得一提的是 刘秀在称帝的时候 云台二十八将就已经凑齐了 也就是说云台二十八将并不是刘秀在统一天下以后慢慢加入的 而是在刘秀的创业初期就已经紧紧跟随刘秀 由此可见刘秀的人格魅力 云台二十八将中排名第二十三位的王霸 是从很早的时候就一直跟随着刘秀 不离不弃 有一次刘秀拉着王霸的手语重心长的说 说隐穿从我者皆是儿子独留 努力疾风知敬草 疾风知敬草这个成语也就由此诞生 云台二十八将中排名第二位的吴汉 就是剧中经常提到的那位能争贯战的吴将军 这个人呢是一个人狠话不多的人 当战事不利的时候 有些将士们都表现出了惶惶不安 不知如何是好 但吴汉将军依然是信心百倍的鼓励士兵 有一次呢也是遇到战事不利 刘秀呢就问身边的人说吴将军现在在干什么 身边的人告诉刘秀说吴将军现在正在整理军械准备再战 当时刘秀就凯叹了一句 说吴公差强仁义以若义敌国义 意思呢就是夸奖吴汉在如此逆境之下 仍然能够激励人心做得不错 引然就是一个对国家有举足轻重作用的人 现在差强仁义这句成语呢有一点负面的意思 但在最初的时候是更正面一些 当云台二十八将中排名第四位的耿眼 打败了山东军阀张布以后 刘秀对他说将军潜在南洋见此大策 常以为落落南河有志者事竟成也 意思呢就是说将军你以前曾经跟我说过要攻打山东张布 那时候我觉得可能做不到 但现在将军竟然做到了真是有志者事竟成啊 这句成语也就由此诞生 刘秀一边在河北积攒实力 一边派云台二十八将中排名第一位的邓宇去关中 与各路诸侯厮杀对垒 不过邓宇出师不力吃了败仗 刘秀又派排名第七位的大树将军冯玉前往支援 邓宇跟冯玉合兵一处仍然是连持两个败仗 最后邓宇回到了洛阳向刘秀赴京警罪 只留下冯玉一人收拾残局 冯玉大展手脚击败了赤梅君 刘秀闻之大喜下诏表彰说 以前我们打了几次都打败了 但没想到这次居然取得了比以前更大的战果 这真是师之东鱼收之桑鱼啊 一句美丽的成语又诞生了 冯玉在关中治理三年是治理的 井井有条 但朝中有人就向刘秀递谗言说冯玉心怀不轨 想自封为咸阳王 冯玉心中也非常害怕刘秀猜忌 所以就自请辞职 而且还入京请罪 刘秀当着众臣的面拉着冯玉的手说 此乃我起兵时主伯也披荆极定关中 向众人也向冯玉表现出了自己对他的绝对信任 由此也诞生了披荆斩棘这句成语 经过几年的打拼 刘秀先后击败了赤梅 打败了赤梅军以后 刘秀又消灭了另外几个格际政权 比如说刘勇张布卢芳等等 这时候中原地区已经平定下来 唯一还存活的地方格际政权 只有四川的公孙树以及拢幼的韦敖 这时候已经打了将近十年的仗 刘秀觉得应该休息一下了 于是呢 他就对众将说 说且当至此二子于杜外尔 这就是至之杜外这句成语的起源 过了几年武郡大夫斗龙举家内赋 斗龙出自于伏风斗士 当时他也是地方格局政权之一 但是呢 他意识到自己的实力不足以与刘秀争天下 所以就选择了归父 斗龙的先祖就是我们以前跟大家提到过的 汉文帝的皇后斗皇后 那位失而复得被人拐骗 后来又找回来的弟弟斗广国 从那个时候起 伏风斗士慢慢的就成为了一个在朝中举足轻重的大家族 这个家族一直面延至东汉时期 他的曾孙女就是汉章帝的皇后斗皇后 汉河帝时期的斗太后 曾经一度把持朝政 他的曾孙子就是那位曾经奄然乐食打破匈奴的斗县 最后因涉嫌谋反被处死 斗龙归降以后 刘秀觉得时机已经成熟了 这时候他就给手下的大将陈鹏写信书告诉他 这个时候可以既得龙又望鼠了 所谓的龙指的就是当时盘踞在龙溪的韦敖 鼠呢自然就是鼠地的公孙树 得龙望鼠这个成语也就因此诞生了 不过那个时候呢还纯粹是个褒义 刘秀的军队很快消灭了韦敖 再以后大将吴汉以及副将刘雨又击败了公孙树 公孙树当场战死 副将刘雨进城以后杀了公孙树的全家 为此刘秀震怒下诏斥责刘雨 说城祥婴儿老母口以万数 一旦放兵纵火闻之可谓酸鼻 家有必肘想知千金 与宗室子弟共长更直何忍行此 大概意思呢就是说成都的百姓几万口已经归墙了 他们都是我们汉朝的子民 怎么能够忍心去杀害他们呢 家里头有一把破的扫帚都当做宝贝一样的收财 何况是自己的家人呢 你刘雨作为宗室子弟怎么能做出如此行径 从这份诏书中我们可以看出刘秀的人爱之心 刘秀的军队从来不祸害老百姓 这一点呢和庚史帝和赤梅军截然不同 庚史皇帝刘玄虽然也是宗室子弟 但是呢他已经完全的农民化了 他经常的纵兵洗劫 而且还问下面的将领你们今天抢了什么东西 陆林军也好赤梅军也好 还有以后的皇朝起义也好 李自成起义也好 这些所谓的农民起义从来不会成为历史前进的力量 他们不会推动历史出轮前进 他们只会将已经陷入泥沼中的历史的这辆马车上的轮子 拆下砸烂变卖 然后踩着万千生命的尸体 让自己坐在这个马车之上 他们不是制度的维护者建设者 只是一群乱上作乱者 那个时代农民天生的进士 又不可能让他们以天下为己任 所以他们想要做的甚至并不是想将社会的财富重新分配 而是想将对别人的抢劫合理化 终于经过了12年的统一战争 天下重新归于一同 刘秀这时候非常想知道 他自己管理的这个庞大的国家 到底还有多少土地有多少人口 所以从建武15年开始 刘秀就开始推行杜田令 所谓的杜田令就是丈量土地核查人口 因为刘秀发现国家掌握的土地 确实有增加 但是呢 赋税并没有增加 那么这些赋税都去了哪里 刘秀很想知道 所以他需要重新丈量土地核查人口 就是想找出那些被隐匿的土地和人口 不出所料杜田令刚一实行就受到了当地豪强的阻碍 有些官吏呢 甚至接杜田令中饱私囊坑害百姓 有一次刘秀在翻阅各地关于杜田令的奏章时 发现了陈刘俊官吏帝送上来的简读上面有字 上面写到尹川鸿农可以问河南南洋不可问的字样 刘秀问陈刘俊主政官员这是怎么回事 官吏呢是支支吾吾语言不详 这时候帐外的皇子刘庄就是后来的太子刘庄接话道说 这是陈刘俊官员给当地的官吏下达命令时官吏做的笔记 意思就是尹川鸿农这些地方可以查 而河南是帝都所在住着很多的大官 他们的田产不能查 南洋是皇帝的老家有很多的皇亲国戚 这个地方也是不能查 说这话的刘庄那时候只有12岁 刘秀因此就展开了对渡查令实施情况的清查 为此也得罪了不少的地主豪强 也杀了不少的人 刘秀虽然是以柔治国 但是真下其手来也一点不手软 针对各地的叛乱 他是一面镇压一面安抚 其实各地的叛乱并不是像王莽时期的官逼民反 大部分国家其中的百姓都是受那些豪门大户的蛊惑怂恿 而且其中还有一大部分本身就是这些郡国大姓豪强的布曲 他们的私人武装 刘秀之所以展开镇压 也是希望此举能够进一步铲平当时存在的那些私人武装 那么杜田令最后到底是成功了还是失败了呢 在以前很多史学家认为杜田令是失败的 不过呢这是基于对刘秀本人的看法 那时候呢很多史学家认为刘秀呢是大地主阶级的代表 窃取了农民起义的劳动果实等等 所以他针对地主豪强的杜田令自然是不能获得成功的 这种观点呢现在看起来是更多的植根于意识形态 而背离了历史事实 现在很多史学家认为杜田令无疑是成功的 实行杜田令之后东汉初夕出现了牛马放牧 一门不避的太平景象 而且东汉后面的几个皇帝也一直坚持实行杜田令 说明这项政策已经成了一项基本国策 已经被成功的贯彻执行下去了 这一点呢从光武帝以后的几个皇帝 他们执政期间的田母数量人口数量都有非常具体的记录 从这点上来说杜田令一定是得以实行下去了 天下安定下来了 刘秀呢也想好好的过一下自己的日子了 这个日子呢不仅仅是他宫中的生活 还有他们刘姓家族的生活 刚才提到的小长安之战刘姓宗亲死亡过半 刘秀的二姐二哥都死于此意 这时候还活着的刘秀的亲人 只有他的大姐刘皇以及他的小妹刘伯基 刘秀将自己的小妹许配给了大臣李通 李通后来也做了宰相 刘秀又封自己的大姐刘皇为胡杨长公主 胡杨长公主的丈夫很早就去世了 刘秀呢也一直担心自己的大姐怕她没人照顾 所以刘秀呢就想为她的大姐再张罗以闻亲 有一次呢刘秀就问她的姐姐说 你看看有没有众议的人呢 我来帮你撮合撮合 胡杨公主想想说我觉得宋红这个人不错 才学品格都是冠绝群臣 关键的是长得还特别帅 听了这话刘秀心想我这姐姐你可真能给我出难题呀 宋红确实不错 可是人家有老婆呀 我总不能跟宋红说 你看现在天下太平了 闲着也是闲着 你把老婆休了当我姐夫吧 这事也说不过去 不过刘秀呢也不想伤了她大姐的心 所以呢就跟胡杨长公主说 说要不这样吧 我去问问看看她的意思如何 于是呢有一天刘秀召见宋红 同时呢又让她的姐姐胡杨公主在屏风外面偷听 刘秀就对宋红说说 燕曰贵亦交负亦妻人情乎 意思呢就是说我听老百姓说呀 人生了官就要换朋友发了财就要换老婆 这是不是人之常情啊 当时宋红回答道陈文贫贱之交不可忘 糟糠之妻不下堂 刘秀一听就明白了 转头对屏风后面的胡杨长公主说 这事没戏了 糟糠之妻这句成语也就由此而来 刘秀的这位大姐刘皇可真是一点不省心 除了这件事以外 还有另外一件事情也让刘秀很头疼 胡杨长公主的一个家谱在外杀了人 当时的洛阳令董萱要抓她 这个家谱呢就干脆躲进了公主府不出来了 董萱说那你不出来 我就在公主门口守着 终于有一天这个家谱可能觉得没事了 和公主同车出了公主府 正好被董萱拦了个正招 董萱一面用刀在地上比比画画 一边大声斥责公主包庇家奴 最后呢竟然将这个家奴从公主的车上拽下来 当场诸杀 胡杨长公主当然不干了 所以就把这官司打到了刘秀的面前 刘秀大概也觉得董萱此举确实有些过分 不管这家奴该不该杀 但你总不能当街杀人吧 东汉也好歹也是个法治社会 看到自己的姐姐在那里哭哭啼啼 刘秀呢也是勃然大怒 马上命人将董萱抓来 要将他当堂杖毙 董萱不服大声说说陛下您乃贤明之君 平定了天下恢复了汉史 但如果您包庇自己的姐姐 要将我这样的人杖毙的话 那您将失去天下人心 所以我也不用您杖毙我了 我自己去死谁也别拦着 说着话一头就撞向了身边的柱子 哐的一声刘秀是心疼坏了 马上去查看这柱子到底有没有撞坏 前两天刚刷的七夜 这边的董萱已经是血流满面 其实刘秀也不是真的想仗毙他 不过是做个样子安抚一下他自己的姐姐 别人如果有人劝两句的话 这事也就过去了 但没想到董萱的脾气这么烈 刘秀呢就跟董萱说 我也不杀你了 你只要向胡杨长公主赔个不是 这事就算了 但董萱是拒不道歉 两个太监摁着董萱的头 让他向公主赔礼道歉 董萱耿着脖子是坚决不道歉 旁边的胡杨长公主还煽风点火 对刘秀说 说当年文书就是刘秀的字 当年当老百姓的时候经常窝藏一些逃犯在家里 官吏的也不敢上门来抓 现在当了天子了 怎么连一个小小的县令都制服不了呢 但刘秀根本就不为所动 说我当天子跟老百姓怎么能一样 事后刘秀不光是放了董萱 还赐给了他一个强项令的称号 并给了他三十万钱 董萱将三十万钱分给了下属的官吏 强项令的美名也传遍了洛阳城中 董萱在七十多岁的时候死于刃上 家中只有几斗米和一匹马 刘秀看到以后感叹说董萱连结至死邦之 于是以大夫之礼下葬 在厚汉书中董萱被列入了库立列转 这很大程度上是因为在他主政期间杀死了很多人 甚至还有一桩灭门惨案 有时候我们不禁要感叹人呢就是这么复杂 胡杨长公主最后皈依到门不问世事 刘秀的执政风格与他的性格一样低调内敛不是张扬 或许他没有创造出什么开疆拓土的伟大壮举 也没有什么彪秉千秋的历史功绩 他只是让他治下的百姓能够安安静静的生活 不折腾是刘秀的执政理念 或许这也是为什么刘秀在历史上的存在感并不是很高 不过这对于刘秀来说并不算什么 毕竟大因牺牲大象无情 光武刘秀这位安静的美男子 不过就是想与他所爱的人做他喜欢做的事 仅此而已 好的以上就是本期节目的全部内容 感谢大家收看欢迎大家点赞订阅 这里是风夏杂谈 Frank家为您带来有温度的历史 咱们下期节目再见